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鬼怪传闻 灵异传说的存在 很多人都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 当有些人以离奇的方式死去的时候 人们都不明白将这些传说 传闻与这个意外联想在一起 在非洲也有一个魔鬼的传说 传闻有魔鬼在一夜之间 带走了村中内的所有人 这些村民非常离奇的死去了 有些村民像是在睡梦中死去的 而有些村民像是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死去的 但不约而同的一点是 他们都是同时间内一起迅速死去的 这一桩非常恐怖的命案 几乎造成了这一个村落 一夜之间被灭除了 那到底真相如何 到底是不是这些村民真的被魔鬼带走了呢 今天墨金哥就来给你们 说说这一个恐怖的灭除 中间 争生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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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而来将人们给带走 所以这个灭存事件 当地人都将它与魔鬼联想在一起 这个神秘灭存事件 是发生在1986年的时候 不过墨金哥在正式讲这个神秘灭存事件之前 墨金哥想要先讲1984年 也就是这个事件的两年前的一桩神秘事件 因为这两次事件都有极度高的相似之处 就是村民都神秘的死亡了 而且都跟鬼有关联 1984年非洲木岛恩湖附近有一个村落 那个村落中有一个男人在前一天的时候 到了临近的村庄去办事情去了 直到隔一天他才回来这个村落里面 但是就在他回村落的途中呢 他渐渐的发现有一些非比寻常的现象发生了 就是他首先发现自己 怎么离自己的村庄越近 他就身体越不舒服 开始有点想要吐 有点头晕这样子 他当下就强忍着身体不舒服的状况 回到自己的家中 但是就在他持续接近自己的村庄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路边有人 倒在那边 他上去去查看 发现这个人已经死了 那一般人发现路边有死人 会是什么样的情绪呢 当然不用说 绝对是惊吓恐慌害怕 他也是如此 那他就更想要赶快回到自己的村落当中 告诉村民有这样的事情 然后想要带多点人去查看 那个到底是什么状况这样子 但是就在他越接近的时候 他就越发现有越多的人 倒在路边 倒在路上 甚至倒在自己的家中 等他回到自己村落的时候 早已是横尸片野到处都是 倒下的死人 包含他自己的家人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不明的死去 甚至还死得非常奇怪 倒在路边 倒在家中 难不成是发生了什么战争 又只是抢劫了不成 还是说是发生了什么大规模的传染病 才让自己村民 以非常奇怪的方式 失去了呢 那这个消息传开来之后 附近的村落 或者是其他周边地区的人民 都开始害怕 恐慌了起来 各种谣言 各种说法 就 漫天飞舞 到处散不开来了 就像是刚刚讲到的 战争说 抢劫说 以及 传染病说 还有什么 辐射说 外星人说 还有 最圣骁城上的鬼怪之说 那我们就先来讲讲这个战争说吧 在这一次1984年的 神秘小灭村事件当中 莫且为什么说他是小 因为 等等说他的规模更恐怖 在这一次的小灭村事件当中 一共发现了37个人的死亡 因为这个村落的人数非常的少 所以他基本上也是达到了灭村的标准 在这个事件当中 被发现死去的人们 他其实身上 都没有外伤 更是没有发现什么刀枪 棍棒器械 之类的武器 所以这个战争说 他就不成立了 同样的 被抢劫之说也不成立 因为 并没有发生打斗的现象 死去的人居民身上 也没有外伤 所以这两种说法 基本上都是不可能 那 辐射说呢 诶 这个就有点可能了 众所皆知 就像是那核辐射 在少量的情况下 就足以让人产生 头晕木线 恶心 想吐的身体不舒服情况 更不用说 高量的情况下 就足以让人致命 甚至产生基因突变 那这个小灭层事件 会不会就是这个 核辐射 或者是其他的辐射 所带来的呢 在这个事件发生过后 各路专家 各种专家就开始 铺天盖地的 调查各种线索 想要找出真正的原因 刚刚讲到的核辐射 或者是各种奇怪的辐射 很遗憾 专家呢 都并没有发现 辐射值 异常高的情况 所以辐射数也不成立 那外星人之说呢 以及鬼怪之说呢 哼 这看在相信科学的 专家眼中 还有调查人员的眼中 这两种说法 都是不足以参考的 除非万不得已 否则绝对不会 归纳在这两点身上 在后续来这边 调查的人员当中 也包含了 美国特别指派 来这边调查的专业人员 他是哈拉杜尔西古森教授 不晓得为什么 听到这个哈拉杜尔 总觉得 他好像在开什么玩笑 蛤 在跟人家聊天 鬼扯蛋是不是 为什么这名字听起来 这么逗趣呢 好 言归正状 我们继续讲 在这个教授来到这边之后呢 已经是事件发生了几个月之后了 他当时会被美国政府 指派到这边 其实是因为 当时还有一个传说 是传闻 那边是因为发生了 生化攻击 也就是说 有人用什么病菌 病毒 去攻击这边的村民 那如果这个事件是真的 它就是一个恐怖事件了 而美国政府相当忌讳恐怖攻击 所以特别派专家来这边调查 那这个教授 仔细观察了这些现场 还有留下来的各种激震 他发现了一个恐怖惊人的线索 就是这些死去的村民 全部都是 自袭而死 他基本上就可以排除 生化攻击的可能性了 不过也因为这个线索被发现 那也让整个时间的神秘性大为提高 什么推论都不是 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这个教授也是头痛万分 什么可能性都不对 到底还有什么可能 在他整理众多的线索的时候 他突然想起 当时在他拿出村落的时候 他注意到有幸存者的存在 那他有去访问这些幸存者 他在整理线索的时候 想起了幸存者说过的话 这些幸存者都有说 在事发当时 他们有闻到 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 这种味道呢 有点像是臭鸡蛋的味道 又或有点像是火药味那般的味道 总之非常奇怪 非常难闻 但不是如此 这些幸存者都有说 在当时呢 他们还发现有非常浓的白雾存在 那这名字很长的哈拉教授呢 对不起这个名字太长了 我直接简称他哈拉教授 哈哈哈 那哈拉教授在整理到这些资料的时候 回想起这些资料的时候呢 他开始注意到有个更壮的线索 诶其实就摆在眼前 他发现这些死者 很多都是死在通往莫脑恩湖的湖边路上 这时候呢 他脑中闪过一个直觉 他们的死 这个灭村 就跟这个湖 绝对脱不了关系 那在揭晓藏在莫脑恩湖的魔鬼 到底是谁之前呢 墨镜哥要回来讲讲 墨镜哥片头所讲到的 神秘灭村事件 而这一次的神秘灭村事件 发生在1984年的两年后 这两起神秘灭村事件呢 都有个惊人的巧合之处 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是发生在 湖边的村落 不过这一次1986年的神秘大灭村事件 它的规模之大 绝对远远超乎各位的想象 因为根据后续的调查推顾 这一次的大灭村事件 造成了至少1700人以上的死亡 还有3500多头加触各种生物的死亡 在那一个大范围之内 除了草木 基本上所有的生物都被杀死了 事件至于其前所未有 规模之大 闻所未闻 那这一桩恐怖到极点的 神秘大灭村事件 是发生在1986年的8月21号 那这一个事件会被外人所得知 是因为这个村落 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对外的联系 其他村落不管怎么样 就是无法联系到这个村落 于是派人前去这个尼奥斯湖村落 查看到底是什么状况 诶 刚刚到末间和讲到的关键字 叫做尼奥斯 这尼奥斯村落为什么叫尼奥斯呢 因为他们紧名的是一个叫做 尼奥斯的湖泊 好啦就在这个外地派来的人 前去这个尼奥斯村 调查的时候呢 他在接近这个尼奥斯湖附近的时候 他开始发现路上横尸遍野 有狗啊 有牛啊 有鸡啊 有鸭 以及非常非常多的尸体 倒在路边 或者是倒在家门前 家门内 反正接近这个村庄 到处都是死人 场面相当的恐怖 触目惊心 而且呢 他是大白天去的 据他所说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